第一法 应该双座加佛座 或者是半加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肩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的话 就是我们双母及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舍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启发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就是坐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那个金刚圈 这个右手呢 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 动着的就是那种动力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呢 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术一呢 就是压着这个坐臂以后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右臂孔当中呢 就是出这个三肢气啊 出三肢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像 就是从无事以来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行为主这个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肢气 这个坐手呢 就是做那个金刚圈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着这个右臂 从坐臂孔当中的出三肢气 就是心里面观像啊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呢 就是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呢 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 就是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肢气 双速度这个坐金刚圈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啊 同时呢 出这个三肢气 出三肢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像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事以来 以这个痴情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肢气 就开始念这个世姆 还有这个燕齐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语言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来获得这种降者 再弄一次 掴描 掴描 ל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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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凡夫人是无法摧彩的 所以我们要发愿恒时让上师欢喜 上师以大慈大悲心永远都摄持我 生生世世不离开具有法相的上师 还是这样这个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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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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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